關心一起火警的消息 嘉義市共和市場的一棟二樓鐵皮屋 在今天凌晨兩點多 突然竄出火苗 隨後火勢猛烈延燒四棟鐵皮屋 所幸裡頭都沒有駐人 因此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雖然火勢在凌晨三點半撲滅 但四棟鐵皮屋包含商家的生財工具 都負之一具 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消防車的鳴笛聲劃破夜晚的寧靜 市場裡的鐵皮屋 都冒出熊熊火光 十八號凌晨兩點四十三分 嘉義市消防局接獲報案 共和市場發生火警 立刻前往現場布水線搶救 現場目擊者表示 半夜突然看到鐵皮屋二樓 在冒煙就趕緊報案 炸到鐵皮屋燒得猛烈 還伴隨大量黑煙 火勢一路延燒四棟建築 燒到鐵皮都已經變形 消防人員趕緊用電鋸切割鐵捲門 設法拉水線入內灌救 所幸鐵皮屋都是陳族給攤販使用 裡頭並無助言 因此沒有人員受困 那到了現場 現場是一個鐵皮 連動的一個建築物 那火勢很猛烈 那有擴大煙燒的危險 那我們目擊提升為三級火警 那全面在繁殖煙燒當中 許多攤販半夜接到通知 趕到現場 只能無奈看著大火煙燒 因為鐵皮連動建築物內的 商家身材工具 也全因為大火複製一聚 雖然火勢在凌晨三點半撲滅 但由於當地市場門牌號碼複雜 因此起火地點和起火原因 都害有待消防人員 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林偉廷 朱鳳主旗稱 綜合報導